那么对于财务而言 财务呢它是一种商业型的语言 我们是把一些生产型 经营型的数据转成财务信息 再由财务信息转成报表 然后呢报表呢我们会进行解读 再次的生成其他的信息 给相对应的使用者 那么关于这些所谓的财务信息 有哪一些使用者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对于财务信息的一个目的 我们主要是为了给决策层面 提供一些信息 给他们提供一些所谓的背景资料 从而它根据一些背景 它有一个更全方面的一个了解 做出一个well informed的一个decision 那么对于这些所谓的决策者而言 我们分为几类呢 我们分为下列几类 首先第一款呢 我们称之为investor投资者 那么投资者 它也是这家企业的一个持有者 我们称之为是owners 那么对于投资者而言 他们使用这些财务信息 来做出一些商业决策 比方说 我们是要继续的购买股票 或者是我要去买股票 持有股票 或者是我要出售股票 那么这些财务信息 比方讲 如果财务信息体现出这家企业 运营状况良好 那么这个投资者 他可能做出的决策是什么呢 他会选择我会购买 甚至呢 我会持有现在所持有的股数 甚至增加 那么如果财务信息体现出这家企业的一个状态 不是很好 比方说呈现为一个净亏损 那么他可能考虑的是什么呢 减少他的持有 或者是出售这些股票 那么对于creditor 那么这些是什么情况呢 它是我们债主一样的存在 那么这个债主可以分为多类 比方说我们平常进行的一些贷款 那么我们可能是向银行进行贷款 那么creditor呢 可能就是银行 还有什么呢 我们向供货商进货 我们进货呢 是通过一种奢购的手段 也就是说 我们先拿到货物 且我们日后再进行给 那么我们会产生一个account payable 好 这些都稍后会讲 我们来说一下 所以suppliers呢 它也会是另外一种类型的creditor 它让我们进行了一个奢购 我们设账购买了一些原材料 好的 那么这些creditor 它会使用这些财务信息 来做出一个决策 那么这个决策呢 是通过去评估 评估 这家企业的一个财务运营情况 来考虑 我是否应该继续借钱给你 让你继续奢购 好的 那么如果 它得知你的财务状况不是很良好 它可能会怎么样呢 要求你加速你的还钱的一个节奏 那么如果你财务运营情况良好呢 它可能会说什么呢 我们会愿意继续进行一个贷款给你 好 客户 那么另一类呢 我们称之为是customers customers呢 它使用我们的财务信息 做出一个决策 那么什么决策呢 比方说你去买一台电脑 然后提供一个保修服务 那么你可能会考虑这家企业的一个财务状况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东西包含了一个所谓的一个保修 或者一些承诺 那么你考虑的事情在未来这家企业是否还会存在 如果是一个三年保修合同 那么你很担心的是 你明天会不会关门 那么如果你财务状况比较良好的话 那么客户他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 好的 这三年呢 你可能还撑得过去 所以说我的产品的这个保修是会被怎么样呢 这个承诺是会被你遵守的 那么还有哪一些呢 还有所谓的工会 那么工会 它会通过你的财务信息来知晓 这个 这个企业的真正的拥有者 他是否有能力持续的去支付 所承诺的工资和薪酬 甚至呢 是帮员工购买一些所谓的养老福利 应政府要求等等 那么对于管制机构 reactory 那么这个reactory呢 你可以把理解成什么呢 税务局 税务局 甚至工商等等 它需要去了解这些信息 从而来做出一些判定 比方说 你是否遵守了一些管制 比方讲 如果你是一个矿业公司 那么我会根据你的一个运营情况 来评估你到底有多少钱 应该进行一个规划 来投入到环保这个事业当中 因为你的矿 它肯定是需要开采 那么开采完了之后呢 有个填坑一样的存在 你是需要把填上去的 对不对 那么你是否有足够的钱 去填这个坑 去把这个环境给恢复到一个自然状态 那么还有什么呢 比方刚讲税务局的情况 它会根据你的经营情况 去大概预估 你有多少纳税收入 以及今年你的付税的一个状况是多少 你是否有足够的钱 去支付它 好的 那么这些呢 是常见的一些报表使用者 好 那么我们可以把简单的分为两大类 这两大类呢 分为什么呢 报表的内部使用者 sorry 不是报表 财务信息的内部使用者 以及财务信息的外部使用者 那么internal user呢 我们常见的会是哪一些呢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的情况 那么对于财务报告 所以财务信息的内部使用者而言 常见的会是什么呢 会是经理级 经理级 manager 他们根据这些财务信息 进行一些所谓的规划 管理 以及运营这个生意 那么这些经理 会是哪些层面呢 比方说 marketing manager 他可能会根据他的销售的一些信息 以及他现在投入的营销费用 他可以看一下 OK 是否随着我的营销费用的增加 我的销量呢 是开始增长的 那么他会达到一个什么呢 他认为OK的一个比例 那么所谓的producing supervisor 他会看的是什么呢 他会看的是 比方讲 我的资产负债表上面 存货现在有多少 以及我们每年的cogs 我的销货成本是多少 那么如果存货过高 而我每年卖出去的金额不是特别高的话 那么我的想法会是什么呢 我们的一个判定会是 今年我可能适当地要减产 从而来尽可能地减少我的存货 因为对于一家企业而言 存货它是很难以增加经济价值的 存货存在仓库里面 它会生成各种各样的费用 但是卖不出去是没办法进行一个变现的 好的 那么对于finance director 他可能会根据这个企业的一个状况 进行一个评估 比方说 当他发现 他的那个分红 每年分红分给股东的钱过高 对于企业而言 没有太多钱剩余来进行一个发展 他甚至可能会考虑的是 我们会进行发债来进行一个融资 如果市场的利率比较低 等等这些情况进行一个结合 好的 公司的officer 他根据财务信息 他可能怎么样呢 他可能会做出一些决策 我是否应该扩大经营 还是我应该紧缩 好 我们接下来往后面走 那么对于internal user而言 我们会提供的是所谓的一种内部的report 那么这个financial information 我们提供给内部使用者 那么我们相应的会生成内部的一些报告 那么这些内部的报告会包含什么呢 比方说所谓的一些财务信息的一些对比 取决于不同的运营方式 比方说我一家店开在虹口区和一家店开在宝山区 那么它产生的一个经济效益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以及它的一个成本各方面考量 还有什么呢 我们可能会根据我们的一些销售情况进行一个projection projection呢我们称之为我们是预估 我们是把现在情况投影到一个未来 然后呢我们会根据我们的现金的一个需求 去预估一下明年我们现金需求是否呈现一个增加 好的刚刚我们讲过了报表的财务信息的内部使用者 那我们先讲一下财务信息的外部使用者 我们称之为external的一个user 它主要包含什么呢 包含了现有的以及有可能成为我们股东的人 股东呢就是所谓的投资我们公司的investors 好的这一块呢主要指的是shareholders shareholders呢就是股东 我以一个圈sh代表 leaders呢是代方也就是出款人 也就是我们的债主 creditor呢也是债主的一种称法 所以说我们会有这两个都是什么呢 债主 然后呢另外一个是regulators regulators是什么呢 所谓的领导监管机构和管制机构 比方说税务局 比方说税局一样的存在 好的还有什么呢 公众 那么这些都是企业外部的存在 你把企业理解成 这家公司 没有在公司里面坐着起的人 其实都是外部的 股东他也不会天天在公司里面坐着 对不对 因此股东我们也称之为external的user 那么这一块呢我们来插入一些额外的知识 好 对于US GAAP而言 来简单说一下什么是US GAAP 美国财务准则 那么他对于financial reporting 财务信息 所以财务汇报 他是有个定义的 什么是财务汇报 财务汇报是要对主要的报表使用者提供信息 从而来帮助他们做出决策 是否对这家企业提供资源 financial reporting提供什么呢 information给主要的primary user of financial statement FS报表financial statement 从而帮他们做出决定 decide whether是否 是否 提供 资源 除了entity 好的 因此这段想强调一个点是在于 报表的主要使用者和报表的外部使用者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因为报表主要使用者考虑的是 我是否对你提供资源 通俗来讲 对这家企业而言 报表主要使用者其实就是通俗来讲 我们的财主 会给我们钱 或者是借我们钱 他可以是股东 可以是我们的债主 anyways 给了我们钱的那帮财务 那么primary user主要包含谁呢 primary user主要包含 investors 这一块 还包含什么呢 lender和other creditors 作为 报表的主要使用者 而报表的外部使用者 它的范围是 大于报表主要使用者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说 regulators和member of public 并不是我们的财主呢 因为它其实更多是我们的 于援心债主一样的存在 对不对 我们要交钱给税务局 我们要接受各种机构的 各种 各种政府机构的检查等等 那么那些之间呢是那种相爱相杀一样的存在 它不会给我们钱 给我们钱的呢 应该是债主 以及我们的股东 好的 那么这一块呢 希望你概念上进行一个区分 进行一个区分 用词不同 代表的含义也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继续 来 我们看这个 指纹指答环节 首先 他问的是 下面的statement 关于什么呢 关于财务信息的使用者 哪一个是 不正确的 不正确的 A选项 他说管理层被认定为是内部使用者 正确 我们刚刚讲过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 企业内部的 企业内的都是内部使用者 而企业外部的呢 从股东开始 什么债主啊 欠我们钱的人啊 等等 都是外部使用者 好 小一正确 因此我们排除它 答案是让我们选一个不正确的 好的 B选项 税务局被认为是外部使用者 正确 好的 现有的我们的债主 也被认为是外部使用者 正确 B选项呢 他说管制机构 政府机构等等 是内部使用者 错 他们是什么呢 外部使用者 因此这条题答案选谁呢 答案选D 答案选D 好 我们继续 好 好 我